大家好,我是七小主 今天咱们来吃一款水果 因为这个水果来的时候是全生的 需要放这几天才能吃 不过前几天我把它给忘了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熟过了 感觉这期视频有可能会翻车 好了,我给它打开 拿出来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吃的了 红皮香蕉 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都还挺完好的 不过这个根这已经发霉了 这一把还绿着呢 青色的 这个好像是手透了 已经是红的 呀,它就掉了 哦,烂了一个 它跟我想象的颜色还是不太一样的 在店铺里的图片 都是那种特别艳红的颜色 这个就是挺暗的这种红色 不过这些也无关紧要了 主要是看看味道怎么样 我就先尝一下这个吧 这个已经掉下来了 它这个皮特别薄 并且这个香蕉颜色呢 是那种奶黄色 哦,跟普通的香蕉味呢 差不太多 但是闻着感觉有股果香味似的 一股淡淡的香味 哦,它这个吃的好香啊 就是果香味 不太像香蕉的味道 看买家评论里边都说特别甜 不过这个吃的确实没有很甜 口感确实很好 如果再甜一点的话就更好了 果肉里边的水分还是挺酷的 果肉呢也比普通香蕉更密实 再来吃一个红一点的吧 刚刚那个确实不太甜 这个吧 这个吃的还是不甜的 难道品种就这样吗 淡淡的甜味 我再来打开一个 哇,这个好软啊 哇,手打了之后真的太软了 好黏呀 像是在吃特别浓特别浓的牛奶一样 这个呢比前两个稍微甜一点 但是也不像咱们平时吃的普通香蕉那么甜 很直白的甜 这个就是那种果香味的甜 有点类似于比如菠萝蜜啊 还有这个榴莲啊 一种淡淡的香甜味 口感真的太好了 这些香蕉我决定再放一段时间 这种特别软了之后 哇,好吃 我挺喜欢的 它这个芯这块 有的都透亮了 如果普通香蕉呢 放到这么软 估计就已经烂了 但是这个放到这样刚刚好 能吃 放软了之后确实挺好吃的 总的来说呢 它很普通香蕉 除了形状上类似之外 其他的差异还挺多的 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不过我个人还挺喜欢的 好了,今天的红皮香蕉就试吃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啊 拜拜